大家好 今天8月20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明報5時半新聞 首先看看今天的新聞題要 孟晚舟案今天在卑斯最高法院開庭 孟晚舟的代表律師馬丁提議 將目前已經提交的證據和資料向民眾公開 法官認為案件引起公眾關注 因此同意馬丁的提議 孟晚舟本人並沒有出庭 而在他當時Matthew Avenue的住宅 也都見不到他的身影 在場只見到住宅只是進行維修工程 出入的都只是保安和施工人員 上星期五凌晨3點之後 在蘇里南部的西米阿姆斯購物中心附近 45歲的男子Delvin Paul Popasmo 被人以離氣捅死 雖然警局就在附近 但在警員趕底現場之前 死者已經雙重不治 死者的家人今天在凶案組IHEAT的協調之下會見媒體 表達他們對喪失自親的傷痛 呼籲公眾提供破案視索 IHEAT相信死者遇襲之前並無作出挑釁 當時只是拿垃圾出家 並順便抽煙 死者是一名機械屍 並非警方熟悉人物 昨天在Twitter上 有視頻拍到一個單車車手 跌倒之後又被警車撞到 影片引發網民討論 有律師說 這個車手起碼違反了三項車輛法的法律條款 影片見到一個穿著綠色蓮帽衛衣 黑色短褲 而且沒有戴頭盔的男人 在踩單車的時候 突然快速衝入溫市北大道 為了避開一輛灰色房車 車手失控掉在路上 接著 溫哥說市警用的黑貨車收制不及 直接撞到這個車手 令他直接飛出幾米之外 在視頻裏 我們亦可以聽到警車的殺車聲 大部分網民都在留言 指贈這個車手的危險行為 有刑事律師說這個車手 至少違反了三項車輛法的法律條款 溫哥說警方暫時未作出回應 溫哥說消防局長李德 在星期二日放假 不用指揮消防部門的時候 在陽光海岸拍到大自然令人驚嘆的一條視頻 他將在陽光海岸拍到白頭鷹捉魚的視頻 在Twitter上公開 李德說 這隻白頭鷹潛入一些魚道 雖然有魚 但是第一次的時候再捉不到 隻影轉去另一個角度 成功捕捉到一條魚 李德還在帖文說 親眼見到這件事 真是覺得很神奇 溫哥說明天二十一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 有四成機會會下雨 氣溫最高有二十度 晚間繼續多雲 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最低只有十五度 接下來我們看看加東和香港的新聞 還有兩個月聯邦大選 三大政黨雖然還未去到埋身肉搏 但已經開始陸續出招 保守黨黨魁希爾今天宣布 如果他當選總理 父母在分面假期間收到的就業保險金EI 可以得到15%的稅務底面 假設爸爸媽媽得到的EI是五萬元 在這個稅務底面之下 就可以節省四千 希爾說為人父母 要照顧剛剛出生的阿B 已經手忙腳亂 全家人都犧牲了很多 不應該再在這段時間收他們的稅 如果一年後來的孫子 會上一年後來的孫子 會下降到45%的稅務底面 現在已經在下降到45%的稅務底面 然後在那邊 然後再到那邊 然後再到那邊 那邊再到那邊 所以說 所以政府應該不會偶爾 不得到家人 那些稅務底面 和他們 當他們已經在下降 這些稅務底面 所以 新的稅務底面 會提供 一個不斷的稅務底面 15% 保守黨擺明想派糖吸引水民 但這粒糖不是個個都拿得到 首先這15%的稅務底面是nonrefundable 換句話說如果底面的數目是多個需要給的稅 政府是不會給你一個差額 況且nonrefundable的稅務底面對低收入的家庭來說作用未必很大 因為他們本身要給的聯邦入息稅已經不多 甚至是不用給 更何況不是每個父母都有資格拿EI 拿得EI的至少要累積600個工作小時 說的是政府認數那些 希爾今天在幾個家長陪同下宣佈這個競選政綱 想不想到選民還未知 不過鏡頭背後坐在他旁邊的BB 就擺明好想他 大多區發生槍案大家都習以為常 但是在坐滿人客的麥當勞法餐店外邊 兇徒都膽禁犯案 這些就像是殺手所為 不是亂說 和當時最新的中空殺案一樣 餐館東主被人槍殺 槍手在開槍後就丟了一支槍 麥記外邊這一宗發生在昨晚9點半 院場在401 Westland Road附近 61歲的受害人就在齋夫附近 自己駕車旁邊被人塌了 四眼的黑人歹徒 傷人之後就逃步離開現場 警方照例說槍手是鎖定目標 但當時在店裡的女顧客 就說這身人都沒有遇過這麼恐怖的事 受害人送院現在生命隨危 警方之後在401公路找到 歹徒傷人用的手槍 說回多市最新的兇殺案 開餐館的老闆日光日白被歹徒開槍殺死 槍手又是殺人之後 把槍丟在地上 這大案內幕消息說 可能是和欠下墨西哥毒梟可卡因素有關 這麼多槍案 警察總長桑德斯都說 和幫派毒品有關題 為什麼? 大麻合法化政府都說 一年毒販不見了幾十億生意 不欠地盤打生打死就齊了 如果說槍是氾濫 是大麻合法化副產品 大家又怎麼看?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場實差不多買了整個英國 繼早前進軍飛機租貸和基建業務之後 進一步在英國進行收購 今次收購的是 從事啤酒兼餐廳營運商Green King集團 這間公司的啤酒連習近平都喝過 他在2015年10月訪問英國的時候 同時喝英國首相卡梅倫品順炸魚薯條 卡梅倫為兩人所點的飲品 正是Green King旗下的一款啤酒 詳細今次收購Green King集團傳播股權 總代價約27億英鎊 相當於約港幣252億 航空界在上個月26日 是機場舉行和理非集會 當時國泰航空一班由東京來港的客機 機師在機艙上廣播解釋機場集會 最後以廣東話說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 今日網上有傳聞說 那個機師已經被國泰解僱 明報向國泰查詢 國泰就未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機師不再是公司的員工 但未有透露是國泰解僱還是機師請辭 另一方面 本身是機師的公民黨立貨會議員譚文豪 今日向服務近20年的國泰請辭 他在自己的Facebook信告表示 中國民航局向本地航空公司直接施壓 不容易是一場白色恐怖 他希望自己辭職 能夠令到航空界的政治風波能夠停止 現在看娛樂新聞 鄭修文 今日為電影《花椒之味》拍MV 期間就令他感到百般之味 我們聽聽為什麼 其實有些搞笑情節我們又很難忘 但是有一些很感情的重頭戲 都很難 因為當拍攝片很感情的重頭戲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互相是給大家一些力量去演出的 你的眼淚其實會感染到我 我的眼淚也會感染到對方 在整個過程裡面 當大家都加了一些真的感情出來的時候 整個情節中的舞台也呈現到 那個角色是有他有肉的地方 小齊是一個很友善的 很友善的 無論 Anytime Anywhere 撞回去 都是覺得好像 要顧之的一個感覺 所以 都很容易入戲 或者很幫忙走穿了幾場戲 但其實這幾場戲最主要 都是講一些 男女感情和親情的一種感覺 那在對白裡面 我覺得非常精念精極 因為很講到男女大不同的一件事 男人真的很像來自火星 女人是來自水晶 大家在講同一個題目 但大家去到某些位置 其實是好像說不到 那我想還有觀眾當看到我和華姐的這段戲 所以其實尤其是在講如何經營一段男女關係 一定會很有同感和會有一種會心的美笑 那也很感謝華仔 他真的請求你幫忙去坐鎮這個面 我相信會有不捨 因為你始終自己好像結合做這個角色 和這個角色的感情上有一種會顯現 而且一拍完酒節 你會一手插位那個角色 做回自己 所以很多時候都需要一點點時間 去放開那種不捨的感覺 我想其實每個演員 可能大部分演員都會這樣 因為那樣東西是你自己的創作 那要抽離那個創作 有時候都可能需要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